欢迎来到我们的新片简报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首先要谈的是思科公司计划裁员7% 这是今年的第二轮裁员 目的是将重心转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领域 思科还宣布将投资10亿美元于科技初创公司 并与英伟达合作开发i系统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思科的股价在宣布裁员后上涨了约6%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ShakeShack与Servibolix合作计划在洛杉矶使用机器人 通过Uberit应用送餐 这些机器人形状向购物车能在城市人行道上行驶 预计到2025年将扩展到2000台 这不仅提高了送餐效率 还降低了成本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华为的新动奖 华为计划发布一款新型安 i芯片3910c旨在挑战英伟达的H100搭的H100等 这款芯片预计将在10月开始出货 目标客户包括字节跳动 百度和中国移动等 这表明华为在面对美国制裁下 依然在积极推进技术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RBC NEWS报道 思科系统公司计划裁员7% 这是该公司今年第二次大规模裁员 因为公司正在将重点转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等快速增长的技术领域 思科总部位于加州圣河赛 截至2023年7月公司共有84、900名员工 这意味着大约5900的职位将被裁撤 今年2月 思科曾宣布将裁员约4、0人 6月 思科宣布将投资10亿美元 用于支持口号Ramazon Real HERSCAL HERSCAL等初创公司 以开发可告的人工智能产品 并与安菲莉合作开发i系统基础设施 思科的裁员决定正值英特尔公司宣布裁员1050年之际 英特尔试图通过这一举措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同振厌务 尽管如此 思科的股票在裁员消息公布后上涨了约6% 此外 思科还在3月份推出了一项网络安全准备指数 帮助企业衡量其抵御攻击的能力 在最新的财报中 思科报告称 其第四财季净利润为21.6亿美元 同比下降45% CNNN报道 如果你是洛杉矶的ShadeShark顾客 你的下一份汉堡可能会由一个带轮子的机器人送他 ShadeShark与ServoBalik宣布合作 通过UberEats应用程序使用自动送餐机器人送餐 这个机器人形式购物车 有四个轮子可以在人形道上行使 ServoBalik最初是Postmates的机器人部门 后来被Uber收购并于2021年独立 ServoBalik在2024年4月上市 目前的投资者包括NVIDIA和711自2022年以来 Servo的机器人已经在洛杉矶地区通过UberRizok Servo联合创始人兼CEOA 通常一英里的送餐时间大约为几分钟 相比无人驾驶汽车 机器人在城市环境中表现更佳 能够减少拥堵埃放和事故 并奖励商家的成本 尽管如此送餐机器人的概念仍面临挑战 例如多米诺在2020年推出的披萨送餐机器人 最终还是依赖于人类送餐员 美联社报道斯科系统公司 计划裁员7% 这是公司今年第二次大规模裁员 思科总部位于加州圣河赛 截至2023年7月 公司共有84、900名员工 这意味着大约五、九百个职位将被裁撤 今年2月 思科曾宣布将裁员约4 0人 思科表示将投资10亿美元支持 头号Ramise Trio和Scale等初创公司 以开发可靠的人工智能产品 并与Enfili合作开发i系统基础设施 此外 思科在3月份推出了一项网络安全准备指数 帮助企业衡量其抵御攻击的能力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文章指出 拜登政府在芯片与科学法案下 分配了390亿美元的补助金 目标是到2030年将美国先进芯片的国内生产比例 从零提高到20% 尽管有近100家公司承诺投资约4000亿美元建造美国设施 但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需要找到超过16万名工人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短缺问题尤为突出 成功主要意外于英特尔 美光台积电和三星这四家公司 但其中任何一家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风险 此外许多芯片仍需送往海外进行关键步骤入封装 这在中美关系紧张时尤为脆弱 文化冲突也成为问题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 因台湾经理与美国工人之间的期望差异推迟了生产日期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政府和企业仍需继续努力以实现目标 CNBC的报道中 谷歌在Pixel手机发布会上展示了其新的爱助手GM9的移动功能 但现场演示出现了故障 演示员David Citron在尝试多次后才成功展示了助手的功能 尽管如此 这次演示凸显了谷歌在将i功能伸入手机软件方面的优势 与苹果和OpenEye不同 谷歌的GEMINI功能已实际投入使用 苹果在6月展示的Siri新功能仍在开发者测试阶段 而OpenEye的产器PTT也严格限制测试人数 谷歌设备主管Ricocere都强调 谷歌展示的是即将发布的功能 这对消费者来说至关重要 谷歌在演示中展示了多项其他公司尚未提供的功能 如多摩泰和截图信息整合功能 谷歌的i助手GEMINI Live展示了自然对话能力 能帮助用户进行深入研究 凸显了谷歌在i领域的长期投资和综合策略 《环球邮报》报道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在季度净利润上超出预期增长了6% 主要因了i服务器需求激增 富士康预计i服务器的强劲需求将持续到第四季度 并表示NVIA的GB200芯片开发进度案计划进行 产品交付将于第四季度开始 预计2025年初将大幅增长 富士康在i服务器市场的领先地位不可轻易挑战 其i服务器业务在第二季度占其服务器业务的40%以上 公司还计划在电动汽车业务上复制其在iPhone制造商的成功 正在与两家日本传统汽车制造商进行谈判 预计今年内会有结果 尽管智能消费电子产品包括智能手机的收入预计持平 富士康预计第三季度收入将显著增长 分析师也上调了富士康今年的销售预测 认为信物iPhone和i服务器的强劲需求将支持下半年更好的前景 日本时报报道 捷克小镇摩兹诺夫波德拉德霍斯特伯 以其狼母酒浸泡的田态和展示历史木屋的入天不误馆而闻林 然而美国芯片制造商安森美半导体在6月宣布将在此投资20亿美元建立新的制造中心 这一消息打破了小镇的宁静 这项投资将成为捷克共和国30年来最大的外国公司投资 吸引了大量房地产开发商 当地大局校长和政府官员的关注 甚至还有电视台的报道 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机会 更是欧洲在全球芯片战争中竞争的重要一步 南华早报报报苹果主要代工制造商 富士康科技集团预计度和全年收入将增长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按i服务器需求的推动 富士康在6月季度的净收入为350亿新台币 约11亿美元 与分析师预期相符 而收入则超出预期达到1.55万亿新台币 同比增长19% 这一增长主要来自其向数据中心运营商供应 包含Inveria i加速器的服务器业务 富士康设定了占据全球i服务器市场40%的目标 依靠其与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紧密关系和制造专业知识 富士康今年股价已上涨近80% 显示出投资者对Ri的进金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G也报告 其7月收入增长45% 表明Ri需求依然强劲 CNBC报道 华尔街在生产者价格低于预期的消息推动下大幅上涨 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跳涨了400多点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 4%科技巨头凡跌微软和苹果的股价均收高 标普500指数上涨1 距离7月创下的历史高点不到5% 与此同时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 美国油价因中国需求疲软担忧下跌2% 星巴克突然更换CE欧任命Tipotoy的CE 欧任命Tipotoy的CE 欧布莱恩 尼克尔接提拉格斯曼 纳拉西姆汉 纳拉西姆汉 导致星巴克股价上涨24% 而Tipotoy股价下跌10% 星巴克在纳拉西姆汉任期内表情不佳 面临来自激进投资者的压力 经济不确定性也影响了加德宝的全年销售预期 尽管其季度业绩超出预期 Google推出了新的i功能 包括其Jaman来助手 旨在与苹果竞争 亚洲市场表现不一 日本股市上涨 而中国和香港股市下跌 CNBC报道 英特尔出售了其在英国芯片设计公司R Holdings E 18百万股股份 这笔交易在英特尔的财务重组和成本削减计划中 显得尤为重要 英特尔在今年8月初宣布了一项100亿美元的成本削减计划 包括裁员约15 零名员工取消第四季度股息以及减少资本支出 英特尔的最新季度业绩不尽如人意 导致其股价在天内下跌到26% 创下5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英特尔正面临来自安考肯和燕菲利亚等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板 彪森之表示 公司正在加快生产 能够处理爱工作负载的Curalter PC芯片 并试图处振其芯片代工业务 重新夺回市场份额 华为正准备推出一款新的人工智能芯片 以挑战燕菲利亚在该领域的主导地门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华为的新处理器的3910C 被认为可以与燕菲利亚的H100零相媲 并计划最早在10月开始出货 尽管美国对华为实施了技术建制 包括禁止燕菲利亚向中国出售i芯片 但华为仍在努力推进其技术进步 华为的3910C芯片 已经在一些中国互联网公司 和电信供应商中进行测试 其中包括字节跳动 百度和中国移动等 尽管面临生产延误和进一步的美国制裁威胁 华为依然在努力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 华为的Mate60 Pro智能手机 去年被发现 使用了中国顶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生产的支持 5G的芯片 尽管美国制裁试图切断华为对这些技术的访问 在CNBC的每日简报中 华尔街在生产者价格指数低于预期后大幅上涨 吸发了市场对降息的希望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超过400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 4%科技巨头如凡跌微软和苹果的股价均收高 与此同时 星巴克宣布更换首席执行官 任命Japote的首席执行官 Brian Neco接任 推动星巴克股价上涨超过24% 经济不确定性也在影响市场表现 加德宝尽管季度业绩超出预期 但下调了全年销售预期 原因是高利率和消费者的不确定性 谷歌则发布了新的i功能 旨在通过期建了奶助手在i竞赛中里兼苹果 同时推出了升级版的Pixel 9系列手机 通胀数据的降温 也为美联储在奖月会议上降息提供了更多空间 市场预期降息幅度可能在四分之一到半个百分点之间 Yahoo!US周二美国股市在技术股的带动下 全面上涨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iX iC飙升约2 4%标普500指数 GSPC上涨约1.7% 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DJI小幅上涨约1% 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表现最好的五天 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显示7月环比仅上涨0.1% 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测 这位周三即将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报告扑平道路 家庭装修巨头加德宝红地购因下调全年铜电销售预期 股价下跌星巴克斯尔巴克斯因宣布更换CEO股价大涨24% CCEO将由企图Leader Brian Mikkel担任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美国股市因通胀数据好于预期而上涨 LQ500指数上涨1.5% 到琼斯指数上涨33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 美国政府报告显示 批发层面的通胀上月放缓 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 尽管如此 周费者通胀数据和周四的零售销售报告 可能会带来不同的信号 加德宝季度利润超预期 但有于高利率和经济不确定性 全年销售和利润预期下调 星巴克宣布更换CEO股价大涨 而GPV股价下跌期 这本市场 因日本央行官员承诺在市场不稳定时不再加息 日经225指数跳涨3.4% Associated Press 谷歌周二在加州山景城总部附近 展示了下一代Pixel手机 比往年提前了两个月 尽管Pixel手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占比很小 但他们展示了安卓操作系统的最新进展 Pixel 9手机将成为i技术的载体 谷歌的目标是通过i让生活更简单更高效 这一代手机将围绕gemini技术展开 提供10种不同的人类语音 并能够处理更多任务 Pixel 9还将配备魔术编辑器功能 能够快速无缝地改变照片背景或添加人物 标准版Pixel 9售价800美元 而Pro板售价1000美元或1100美元 尽管谷歌面临反垄断裁决的威胁 但它仍在正常开展业务 推出了新款Pixel手表和无线耳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了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Agre4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这些变化 小兵都要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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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